你们怎么不是喝酒饮的呢 哟 哥哥 今天好热啊 今天怎么准备去夜教了 对啊 去试试看 试试看 最近白天太热了 白天啊 我跟你说杭州的天气是这样的 夏天跟冬天随机播放 没有秋天跟春天的说法 很逻辑是吧 不讲规则 今天你看今天气温多少 23度最高 最低7度 温差16度 对 温差太大了 然后白天做吊的话 就是它的可吊的时间段太短了 如果我们一天当中出去的话 可能早晚可能会好一点 中午的时候雨量可能会上浮 昨天就空了 空了 不要收拾了 哈哈哈哈 我们看现在是下午4点多 这个太阳 哇塞 哈哈哈 去逛管上了啊 夜调室赶盘 现在 啊 蚯蚓 对 刚刚买的 搞蚯蚓 它那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也是钓友介绍的 它就是说 那里面有汪刺 嗯 有汪刺 然后呢 可能还不少 啊 所以我就想拿这个 这个蚯蚓啊 去钓点汪刺 汪刺现在开口了吗 嗯 应该还有晚一点 可能在清明左右的时候之后 嗯 开口会更好一点啊 嗯 但是这个温度上来了 对吧 温度上来了 它鱼活跃了 现在这天气也真的是挺尴尬啊 嗯 你说像联庸草鱼 开口还很不稳定 对不稳定 但是鲫鱼呢 你说白天钓钓的时候 就已经很难钓了 是吧 我感觉现在去 白天钓的鲫鱼真的没什么口 这太阳 这么这么烈的太阳晒下来 而且这个温度上来了 它会把这个鱼的缠润季节提前 啊 所以就是跟往年的话相对来说 要改变一下 往年这个时间段的话 我们还没有开始夜调 嗯 夜调还早的哈 对 哇油菜花开了 哇油菜花开了 这个吧 嗯 这个吧 在这里 在这里啊 出去还有个岛 就这里了 哦 那边刚刚一位钓友过来了 准备了这 现在可能都准备这夜调了哈 嗯 用几米杆子 嗯 今天准备用两只杆子 两只 一个4米5 一个5米4 啊 5米4的挂个球 你就扔那就算 就不管它 哈哈哈 用电子票是吧 对 反正 汪刺 直接一口给它闷下去了 对对对 嗯 嗯 短干的话 咱们就可以 开点耳料 吊吊记忆看 嗯 哦 这阳光 别看现在阳光 待会可冷了 嗯 到了晚上还是凉啊 凉了才有际雨 对 看来这里是一个老吊位哈 对 经常有人钓 经常有人钓 哦 这个人的垃圾 还是有点看不下去 哈哈哈 呼吁大家出去钓鱼 一定要把自己的垃圾全部带走啊 对 看来看 待会我们我们我们收一下吧 好 定点打窝 这里水深吗 水不算深 1米2到1米5左右 1米2啊 两只杆子 分别用什么权 什么权 5米4的主线1.5 指线1.0 嗯 然后用的大钩子 然后用的是5号的医生泥 刮丘盈 哈哈哈 不怕 汪刺嘴巴大 对 这个4米5的杆子主线1.0 指线0.6 嗯 钩子是4号的锈钩 4号锈钩 对 这个5米4用的是电子票 是的 嗯 这个晚上夜掉 如果两只杆子的话 有时候打两个灯啊 或者说是看两个票啊 很辛苦 嗯 那汪刺呢 它本身有活物 这种蚯蚓来了 湿了 它就给你拖走了 是吧 直接黑票了 对 所以基本上呢 我就是放在这里 眼睛的余光看到了这个黑票了 然后就起了 那这个4米5的杆子呢 我就是钓鸡鱼 主要是要它厘米 然后就是看信号 比较清晰一点 嗯 那我就用这个钓鱼灯 嗯 其实在咱们在做钓的时候呢 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其实相对来说也钓的话 咱们用电子标就可以了 嗯 那么像一些黑坑啊 或者一些短杆 需要提高灵敏度 看飘方便的 那么咱们也可以用这个钓鱼灯 嗯 相对于信号来说 应该是普通浮标 配钓鱼灯 应该会更灵敏一点 对对对 但是钓大鱼 我感觉用电子标比较多 更多一点 嗯嗯嗯嗯 钓大鱼的话也需要更加安静一点 嗯 这灯光会有影响 对 这个呢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 有相关的一些详细介绍 电子标还有钓鱼灯 嗯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更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户外老草 可以看一下 各有什么优劣事哈 嗯 这个耳料918大板剂 嗯 还加了一点素工 嗯 这样的话就是我这个918大板剂呢 稍微偏多一点 嗯 腥味少一点 他这耳料呢 他是一个香腥型的 香味为主 对香味为主 因为这个白天的温度高了 然后现在这个小鱼的口也疯狂 嗯 马上也会疯狂 然后呢咱们在做钓的时候呢 嗯 香味的相对来说会更好 嗯 然后呢 如果说是有大个体的鱼呢 他可能偏向于更加接近于自然的这种骨味的香味的耳量 嗯 那么大鲫鱼 对那么像小鲫鱼的话 他就比较偏好于这些腥味的耳量 嗯 就是过滤了呢 对 想想嘛 当然是想掉的 呃个体偏大一点的 哈哈哈 大鲫鱼 对 但腥味也不能少 对 因为现在天气还冷 对 到了晚上然后温度还是会下降的 嗯 那毕竟没有到了像那种非常好的温度 白天晚上都适合啊 做钓的时候 哇 什么鱼啊 鱼啊 可以啊 嗯 那得有十多斤耶 嗯 有十多斤耶 好 一扫巴了可以 嗯 嗯 哇 还在一直冒泡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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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1.0加0 搞得定吗 哈哈 哈哈 他也属于有可能吃我1.5 1.0 哈哈 哈哈 哦 突然间心情就来了 嗯 哎呀 嗯 脱钩了 脱钩了 啊 没注意 嘿嘿嘿 两只钩子还是有时顾不上啊 我这个短钩 在抛钩 嗯 钩钩之前抛下去了 然后 我怎么感觉这个钩在抖啊 都已经抖了 我开始了 那环境真舒服 哇 这餐厅好肥啊 这是餐厅吗 嗯 这是餐厅吗 像是苍条 肥 短又胖 好像不同品种 但嘴巴很小 胖比短 这不是白条吧 应该不是白条 什么什么鱼种 嘴巴像像吗 很小的嘴巴 很小啊 来了 鲫鱼 鲫鱼啊 我没事的 光吃吧 我不小啊 筷子那么长了 大桥了 钩住了 酸钩的你是 对 酸钩的 这点不像 而且辣黄辣黄啊 品相不错 可以哦 这个眼睛 我瞄着它这么黑飘 黑飘了啊 哈哈哈 可以可以 这点不行 呀呀 汪刺 其实最好拿桶装 对 你要是放在鱼库里面 待会有的你手的 是真的 等下弄出来的时候麻烦 怎么办 就放桶里吧 放个盆里 放个盆里是吧 嗯 就放这里吧 哈哈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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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大 咱们一手长 拿这个汪刺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它这个刺 给抓到了 很痛苦 不能的话 等下那个真的是很痛 先放这里 快有一只脚长了啊 又是这个 这条正宗的三条了 嗯 对 这条三条 我发现你这个飘调的很高啊 嗯 大概有个六七木的样子 对 我调的 调的时候有个四五木 四五木啊 调的时候有七木 为什么调这么高 嗯 嗯 因为这种陌生的水域 尤其是这种河道啊 嗯 包括这种池塘类的这种啊 你它难免就是底上会有一些降层 不平 降层 降层 包括水底不平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得稍微的调高一点 嗯 那么我调五木 调七木调五木的情况下 就是说说水底相差就是有个五公分怎么样的 我都没关系 嗯 对吧 我调个一两木也可以调 我调五木六木七木也可以调 嗯 就说调一两木的时候可能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灵敏一点 嗯 那么调到五木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中规中矩 对吧 嗯 第一个可以就是说水底的落差 有落差 咱们可以调高一点 目前随于啊 那么有降层的情况下呢 咱们就是说调高木调低木 我调七木调个一两木两三木这个样子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在做调的时候 同样的会碰到一些小杂鱼口啊 一些小鱼的嘴巴小的口 露不了口 那这个时候你又慢慢的可以往上推一推 嗯 掉到四木五木这样子 找到一个稳当的一个口 对吧 这样也可以 嗯 鸡鱼 上鸡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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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点 嗯 看两只用 五个品种了 哈哈哈哈 还得晚一点啊 嗯 一般晚上 我们夏天的时候钓鱼 这个开口时间都是在九点钟以后 嗯 现在还稍微早一点 嗯 因为这个 天黑下了之后啊 嗯 这个水的温差 它被比较大 嗯 然后等它慢慢的稳定了之后呢 你开口就会好一点 嗯 哦 漂亮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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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鸡鱼还是鸡鱼啊 bau�j鱼 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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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么样糊 嗯 因为我这浮漂啊 他有一点小 最近有点小 嗯 寂寓机 好长 好长 猫都下不上了 这就可以 手钉一下大概是三两 对三两 这个样子 现在起风了 起风了 因为我这个浮飘啊 它有点小 之前有点小 然后调了呢 它会慢慢往下阴 所以这个信号 还能抓得住 然后呢 就出现一些 可能会有猫鱼 怪鱼的这个现象 小点啊 这口不正宗 草你喜欢白天钓 还是晚上钓 我喜欢安静 安静 那就是晚上了 可以 只要安静就可以 感觉我还喜欢晚上 今天晚上 嗯 这个虫鸣啊 微风啊 漫天星光 哇 很舒畅啊 感觉抛开一切砸念了 远离城市的瞬间消失 远离生活的烦恼 又来一条祸了 这是啥 这是啥 鲫鱼吗 听见不像黄拉丁 鲫鱼 鲫鱼啊 哼哼哼 整个一条蚯鱼 全部都是上去 哦哦哦 你比一下看 他跟你手怎么着 哦哦哦哦 大板机 这个可以 真心大板机啊 在顶标 我看见他 嗯 来个惊喜了 但是这种 大勾大心 挂鲫鱼 有意思啊 哈哈哈哈 这有不小 呜 这皮毛 漂亮 嗯 太漂亮 这板机 恭喜恭喜来呀 恭喜恭喜 相当恭喜啊 这条 可以的 这里可以 这手感 好羡慕啊 我还以为中文在跳里 再来再来 嗯 好羡慕 好羡慕 没得掉 手好痒 哈哈哈哈 飞上来了 什么东西 忘车 要不要这么暴力 直接飞 哈哈哈 我以为好大 你知道吗 又还可以堵飘 哈哈哈 激动了吗 小王子 哎呦 这丘鲫还在他嘴巴上 对 好小 这条 吃在嘴里 看一下 这条有点小 不要被炸了 嗯 这条有点小 不要了 放 放 放 我以为好 放大了 再来啊 托尼的福 体验了一日游 哈哈哈 一日游 还空中一日游 哎 哎呦 哇 这么大吗 哈哈哈 又是一条大鲫 哈哈 又是一条大鲫 哦 又是一条大鲫 哦 这条比刚才小一点 嗯 但是也够可以了 可以 这个 可以 啊 很明显啊 对 过了十点以后 这口明显好起来了 你刚刚还说要走的 哈哈哈 要不再再钓一会 再钓一会吧 我感觉这个口是要多一点 啊 遇到深夜哈 嗯 以前我们钓的大鱼哦 嗯 是不是不经常半夜起来的 前半夜睡觉 下半夜才出去 对对对 啊 也是冷静的时候 对对 开口时间段 其实还真是蛮有讲究的 嗯 但是各个地方不同 得摸 对 不同的地区 包括不同的季节 都是地区 不关于 哎呀 不容易 哈哈哈哈 这可是松干鱼哦 再来一个好不好 啊 再来一个好不好 再来一个 嗯 松干鱼跑了 不 不甘心啊 不好了 不甘心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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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啊 好 好 好 估计也现在也没什么口 嗯 冷下来了 好啊 还真被你来离开 啊 好啊 还真被你来离开 啊 这里不想离 挂倒的 最终还是被你弄下来了 可以 心愿达成 晚饭也没吃 晚饭也没吃 鱼都吃饱了 你也没吃 收工了 这个就是你今天晚上的收获 这条还不错 这条真大 漂亮 还行 品种鸡犬 汪刺 还有这条 这条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 我们这边叫土拨鱼 是吗 小野鱼 还可以 这个离空军是差了很远了 不空军 先夜调小味道也还好 这个季节的话还是挺舒服的 不是很冷 穿一个棉袄就行 最主要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温度 白天的温度偏高 晚上其实夜调多调的时候还是比较舒服 如果大家觉得白天掉的不怎么 不怎么行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出来夜调 对 我感觉现在白天把它掉的好 对 我们留言下面有很多朋友都说了 白天一坐都是待坐一天 一坐又一天 对 晚上当然还可以 这些季律都蛮大的 嗯 个体都还行 可以尝试出来夜调一下 好 我反正有点忍不住了 哈哈 今天被你刺激到了 是吗 好 改天我们再来 我找时间出来 我得自己自己挖了 行 好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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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